天生了 美罗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就是他们要把家里的冰箱搬走 但是这两天天吃着了 我冰箱里面还有好多腊肉 这是我们一年的口粮 如果没有了冰箱 这个腊肉要坏掉的 他们为什么要搬走你的冰箱呀 还要把东西扔出来 你是欠了钱了吗 美罗你欠了多少钱 我帮你赔给他们 不是的 这个冰箱是那个当初的 那个上华买的 哎 你们给我停下 送出去的东西 怎么好意思要回去啊 你们 更何况这个冰箱 现在是美罗的 你们要是缺冰箱的话 我拿钱赔给你们 你们把冰箱给我留下 我为什么要发现 这是我们的东西 我都说过了 这么热的天气存不住食物 而且我可以把钱赔给你们 说实话上华根本就不缺这点钱 你根本就看不起这个冰箱 只是人家现在接了会以后 他媳妇知道有美罗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所以很不甘心 知道吗 现在要把冰箱要回去 哄他媳妇开心 知道吗 哎 你们真的是够了 当初你们怎么说的 说不成任何回报 现在你们就来帮东西 不就一个冰箱 至于吗 当初我们家买罗 卖了房子 给他 帮他公司 都把男方的学 他怎么不说 现在是个忘了废的 我再说一次 把冰箱留下 我给你们钱 这种事情 你应该要跟沙滑下来 跟我说是没用的 美罗 沙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你跟我说一下 你要干嘛呀 夏阳哥 你看 我要把这个事情 给他说清楚 他这种手段 实在是太卑鄙了 我要让他给你一个交代 不用了 夏阳哥 没事的 就是两位大哥 你们 你们就是 你看我的话 手上确实也没钱了 但是你看我冰箱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腊肉 如果你们把冰箱搬走 这些肉都要坏掉的 这是我未来一年的食物 就是能不能行行好 快些几天 得过几天我把新的冰箱买了 你们再把它抬走 好不好啊 关系什么 人家 上环媳妇现在 那人要离家出走 必须要把冰箱抬回去 不然他今天要离家出走的 谁跟你们说的 今天你们冰箱 必须给我留下 夏阳哥 要不然就算了吧 本来也是人家买的都是 美罗 那你等一下 你好 你好哪位 我是美罗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派人来美罗家办东西 难道你一点情意义也不讲吗 美罗的朋友是吧 那你帮我告诉他 我跟他已经结束了 而且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好不好 美罗也没想跟你有关系好吧 你为什么要把冰箱搬回去 我搬回去怎么了 这本来就是我买的东西呀 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意道德呀 虽然你之前帮助了美罗 可是美罗在你公司 逼你破产的时候 是不是也卖了房子帮助了你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懂得感恩呢 你要搞清楚 我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 是他自己非要卖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的 是他自己要贴上来的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卑鄙呢 还有 你不用担心美罗纠缠你 现在美罗身边已经有了我 他也不会看上你的 今天这件事 我希望你考虑清楚 我可以把钱给你冰箱留下 我实话跟你讲 我根本就不缺这点钱 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而且 我也从来没有对他动过心 只不过因为我身边的姑娘 都是有钱的 好不如运出来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就单身玩一玩 把他当成小毛小狗一样 你懂不懂 现在我不想玩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叫他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就这样吧 哎 你这人真是 哎 美罗 你不要伤心 这种人不值得你哭 从今往后 会有我保护你的 谢谢你啊 夏阳哥 就是夏阳哥 你知道吧 之前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 是沙皇陪伴在了我身边 帮助我 是他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他跟我说 他的问回期是家里安排的嘛 但是没想到 真的 他跟我说 他不喜欢他 现在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美容 不要伤心了 他不值得你喜欢 你有很好美好的未来 而且我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帮助你的 你坚强起来 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的 就是夏阳哥 你是怎么知道我把房子卖了 然后就是在他公司 最困难的时候 我把房子卖了 把他渡过难关的 还有你是怎么知道 他的电话号码的 其实从我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你一直有个秘密不肯告诉我 你也可以与我保持距离 我慢慢打听 慢慢调查 直到今天听到表姐说的话 我才相信你真的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 对了美罗 那你为什么不把卖房子的钱要回来呢 算了吧 毕竟他当吃了别方吃了我那么多 我觉得就当做是还他这个人情 而且我以后再也不想跟他有任何划隔了 就这样子吧 就两不相欠 这是最好 美罗 我 向阳哥你看 咱们不说这个了吧 你看我刚刚那个冰箱里面的东西都被他们扔出来了 我就把它收拾一下 没事 美罗 其实刚刚我已经叫他们买了一个冰箱了 一会就有人送过来了 走 我陪你先去把东西收拾好 不是 向阳哥 真的 太谢谢你了 真的 特别感谢你 要不是你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事 美罗 只要你愿意 以后我希望 都由我来帮助你 我也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走 不要哭了 咱先把东西收拾好 走吧